好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同工晚上平安 我们继续学习基督教药益经讲系列课程第207课 教会与政府第一课 政府的必要 神圣和价值 这个神圣大家不要误会 之所以是神圣跟教会的神圣不一样 我会解释为什么是神圣的 第20章的一节到三节 我们先处理这三个方面 我们看到整个四卷 其实大体上就可以分两部分 我们细分分三部分 教会论 实际圣理论也是包括在教会论里面 大体上就两大板块 一个是教会论 一个是政府论 或者说教会与政府的关系 实际上都讲教会论 但是这个更具体的讲 世俗或者是民事政府的一些真理 处理基督徒或者教会和政府的关系 整个四卷的三章到十一章 其实就讲了教会的真理 然后现在讲第二十章 讲政府实际上是它积蓄了第三卷的十九章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十九章里面其实就讲到了基督徒的自由 特别是强调了良心的自由 那么良心的自由都面临了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要做人的奴仆 在那里保罗 加尔文牧师引用保罗的话 一方面他教导我们不要做人的奴仆 不要被人挟制 为了避免有人走极端 他紧接着又说这个不被人挟制 不意味着我们不要遵守一些上帝设定的秩序 其中就谈到了政府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那个部分 只是从良心的自由部分谈到了 我们信仰良心除了上帝的话以外 没有任何权柄 任何人 任何势力 任何组织 甚至连教会也不可以肆意地越过神的话 去下制压制人的良心的自由 因为一旦脱离良心的自由 我们就无法经历品尝福音带给我们的恩典和好处 所以在那个地方稍微谈到了信仰和政府的关系 然后紧接着在这里面正式地接续十九章 接着去谈教会和政府的关系 信仰和政府的关系 所以实际上一方面接续教会论继续讲 另一方面也是接着之前谈到良心的自由 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上 一起来接着谈 那这节课我们主要谈民事政府 这个三方面 首先我们会处理两个极端 然后我们会谈这个 Dulux Regimen 就是两种或者是双重的治理 我们熟悉的两国论 我待会我会解释 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谨慎 容易被这个两国论这个名字所迷惑 这个迷惑不是那个名词的 是让我们误解 就像我们所的自由意志 加尔文部是反对使用 鼓励我们不要使用自由意志 因为这个词本身是不严谨的 会误导人感觉以为 一旦谈到意志本身就是自由的 所以这个有误导人的这样的危险 所以意志的自由 或者是选择的意志的选择的自由 那就不一样了 然后我们第三方面会谈民事政府 首先我们来看两个极端 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 任何神学主题 它不是纯粹从象牙塔里面 在真空当中 在图书馆里面产生的 任何一个真理 基本上是从两个大方面出发 而产生一些重要的真理的阐述 所谓的教义 第一点就是圣经启示了 那圣经它给我们了 关乎圣民进前的一切的 我们所必须的真理 它是充足的 够用的 但是这个圣经 它就好比宝藏呀 矿产一样 蕴藏在新旧约66卷书里面 有待于我们去发掘 去整理去总结 那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呢 往往是在于实际的需要的时候 因着教会解决某个问题 一体大家一起查考圣经 看看圣经里如何教导的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外部的 或者是内部的异端的刺激 外部的仇敌的攻击 我们护教 或者内部的异端 先起我们去批判 然后重新整理我们的信仰告白 公示我们的告白 我们划清跟异端之间的界限 或者阐述 然后阐述系真理 所以一方面是自然的 日常的普通语言的 比较通俗的圣经的语言 圣经的资源 如同矿产宝藏一样 有待于我们去发掘 整理 还有就是实际的需要 无论是具体的需要 还是异端的攻击 还是外部的攻击 激励我们去回到圣经里 去整理 去思想 它就打破了原本 纯天然的自然的生活用语 就开始从中归类 整理 甚至用些专业的 甚至哲学性的语言 去神学化 教义化 这就是教义产生的缘故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教会和政府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就像今天加尔尔牧师 在这个书里面提到了 两个代表性的极端 当时他们就面对这两种极端 那么基督徒该怎么办 面对政府有两种极端的说法 我们如何去实践呢 是左呢还是右呢 这两个 一个是偏左 一个是偏右 那我们 当然我讲到偏左偏右的是 这是中国语境 中国基督徒 这个跟欧美的左派右派 是没有关系 海外的一些 听我讲到的一些肢体 一开始不理解 我们这里左派右派 right和left 这个政治立场 这个不是一回事 中国语境当中 偏左偏右 不要偏激 不要偏左 过于左 这是方向性的 不是政治路线的问题 所以要行在其中 合乎中道 不偏左 也不偏右 这是中国语境当中的表述 那如何去看待 合意的看待政府呢 所以首先 因为这两个病毒 错误的思想的自己 加尔文觉得 有必要对于教会 对于基督徒的实践 面临这个政府的问题 我们有必要去阐述 所以他就提出了 他就批判了 批评了这两种极端 第一个极端就是 否定政府的价值 否定政府的立场里面 有两个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个就是极端的重启派 意味着重启派里面 不是所有的都极端的 有一些是比较极端的 特别是那个强调 所谓的内在之光的 今天用今天的话 就是比较属灵的 注意倾听内在的声音呢 有点灵恩的这样的 神秘的 追随内在的声音呢 等等这样的重启派 他们反对政府 他们认为教会是完全的 我们的基督是完全的 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教会已经成为的身体 在基督的同管下 已经足够了 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政府的管制 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节说 我们应该思想天上的事 不想思想地上的事 我们不要被地上的事挟制 所以这个我们中国教会是很熟悉的 很属灵 绝对纯 我们是神的仆人 我们是神的儿女 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什么叫礼教义圣经的知识 跟着圣灵走就行 圣灵让我们东 我们就东 圣灵让我们西 我们就西 就好像这个我们是没有被最污染的 绝对纯的状态一样 百分之百能够领会圣灵的意思 百分之百没有任何阻碍去 绝对即刻完全的可以顺服圣灵一样 无需外在的什么法律制度规则 政府 大家都自动的做一个好基督徒 就遵守交通规则了 做一个好基督徒 就不偷税漏税了 不偷懒了 在各个岗位上都可以尽忠职守了 这是理想的 理想的 待会我们会说 另一方面 他们认为基督徒有教会的教导就足够了 教会管理我们 顺从内在的圣灵的引导 无需政府 然后甚至他们也觉得教会政府 有危害基督徒良心自由的这种可能性 近来似乎都有道理 的确是有的时候 有一些世俗政府可能危险到基督徒的自由 但是他们就是矫枉过正 结果就完全把政府否定了 然后他们认为政府是属肉体的 甚至误会的 我们这个圣洁的主的教会 基督是为了王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这样圣洁的属灵的团契 怎么能屈就于屈服在这种属肉体的 世俗的 甚至有更极端的魔鬼的认为世俗政府都是魔鬼 然后控制 这些论调在中国都可以找到不同类型的样式 不同款的这种 这叫知识原型 然后不同模板的这种模型 复制品 然后第二种 北加尔文称之为犹太主义 大家要注意犹太教和犹太主义不是一个概念 犹太主义就基督教里面 并向于犹太教的这种思想的犹太主义的基督徒 他们认为旧约的弥赛亚 在旧约弥赛亚来临之前 那个上帝在以色列国当中有那样伟大的复兴 像大卫这样的王 同志 神圣的国家 以色列就是教会 属神的百姓 那么大的荣耀 那弥赛亚已经来了 犹太人是不相信耶稣是 普遍的犹太人是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吗 正因为是基督徒 所以相信这位来的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吗 所以他们说弥赛亚已经来了 那我们何必受这种 置于政府之下呢 我们如今已经成为承受全地产业的儿子 不再受这个所谓的这个小学 世俗的小学 然后奴仆的恶 不在这个迅蒙的师父的手下 有点像前面 对教会充满了自信 结果他就否认 然后而且呢 现实当中多数的世俗的政府 是抵挡基督的 宗教改革之前包括初代教会 其实受了很多这种 罗马的皇帝呀 虽然早期是犹太教 犹太基督 犹太教徒控告 然后后期呢 是来自君王的这样的世俗政府的 三百年之后 开始军事叹兵啊等等 渐渐的开始 这个所谓的给予合法化 然后甚至后来发展成国教等等 总之呢 他们觉得这个世俗政府就是没啥用啊 所以就是几乎否定的态度 那我们来看第二种类型的 极端 前面是完全否认 政府没有用 废除政府 我们教会自己 我们顺从圣灵 顺从基督 我们不必要世俗政府的感受我们 我们自己也好好的 活得好好的 另一个极端呢 就是过度的谄媚君主的 这样的立场 这个叫尼克罗 马基亚维里 尼克罗 注意1532年 加尔文牧师15 这个左右悔改他 学者们推论他大概3233年 36年写了基督教要义出版 第一版 我们现在读的是555 最后的终极版 1559年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 加尔文牧师肯定了解他的这个君主论了 对不对 他君主论里面提出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 现实主义的什么意思 就是实用的考虑现实主境的 不是那种理想的什么 这个内圣外王的这种哲学王 或者说这个中国的圣王 圣人王 然后这个希腊里面的就是哲学王 他强调这个政治无道德 这样的权术思想 被称为马基维利主义 主张君主为了巩固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 他极端的把功德和私德分裂开来 加尔文牧师之前讲到牧师监督 他们如果道德 不管是教导异端的问题 如果有一天他即便教导正统 他道德上严重的失去见证的犯大罪的话 不肯悔改的话 他们就不适合做牧者 所以他们丧失资格 对牧者的资格 不管是神学院毕业的问题 神学院毕业代表着这个教会的推荐和区会的认可 包括的神学知识的问题 那还有这个经过道德上至少在教外有好名声 教内也是有见证啊 公认的等等 服侍的恩赐等等 其中道德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教理 道德也很重要 那加尔文谈到牧师们 他们一旦道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他们就不适合做教会领袖了 但是世俗的政府的公务员 君王 他们不是这样 他们只要在位 无论他们个人道德如何 在某种程度上 他们仍然不丧失他们的权柄 是这样 但是是不是意味着加尔文牧师 就鼓励君王道德败坏呢 不是的 因为我们看到在这里 包括在其他地方 他也谈到了 君王的个人的道德 往往包含着他的价值观 他的决策 虽然现在什么民主社会 一个王绝对影响 一个国家的政治 这样的体制 也有也没有 所以不意味着 这个君王就道德可以随便 然后就无所谓 但是这个尼克洛 马基雅维里呢 马基雅维里呢 他认为 这个不管你道德怎么样 用卑鄙的手段 有效的平定 巩固自己的权力 有效的去排出异己 把这个政治稳定 你刚接受权力 如何有效的巩固 所以他是现实主义 他是实用主义 然后不择手段 平定最重要 政治稳定最重要 所以他这个君主论 加尔文就说 他这个太这个谄媚君王了 太与君王为中心了 太替君王着想了 就忽视了君王的一些 基本的功德上的 比如说他执政的一些手法呀 什么公正啊 公平啊 公义啊 政治啊 诚实啊 智慧等等 不择手段 只要达到政治目的就可以啊 所以前者是完全藐视 无视 都是婴孩 外在的 属肉体的 甚至邪恶的 我们内在的 教会等等 属灵 然后根本不 不鸟他 不在乎他 不屑一顾 轻视 忽视他 这种呢 是极端的去亲近 缠媚 卑躬屈膝 这两种极端 所以面对这两种极端的思想 一个是这么有影响力的 唯一复兴时期的 政治家的这样的作品 社会当中 在教会当中 产生一定影响 另一种是教内的 一些属灵的人 一台犹太主义 他们否定 那如何去正确 看待这个问题呢 家务牧师就 针对这两种极端 引起的问题 他就再次提醒我们 要正确的认识 世俗的政府 到底在神的计划 在真理里面 在我们基督徒的 信仰实践当中 居于怎样的位置 所以我们看第二个 duplex regimen 就是两个双 这个是治理 统治 一般我们熟悉的 叫做两国论 我刚才说容易误解 为什么两国论呢 给我们一种概念 就是上帝的国和 世俗的政府 是两个平行的 割裂的 那这个两国论 最早有最著名的 就是奥古斯丁 他在上帝之城里面 谈到了 回应了当时 对基督教的一种控诉 因为当时 罗马这个帝国灭亡 被义族侵入 灭亡 然后他们有些人 就故意 你看 因为我们罗马帝国 离开了 我们的神明 所以这些基督徒 都被信弃 得罪了神明 所以没有保护我们 那奥古斯丁面对这种 对基督教的 不公义的毁谤呢 他就写了 巨著 上帝之城 在中国 真是买书 很便宜 两本的话 有100来块钱 我记得 那个金庄的 在那里 然后那里面就解释了 最终上帝的国统治 上帝的国的开始 上帝照亚当下 从创世纪到起书路 就讲到了人类的堕落 如何产生了这种分裂 一个是 一个是神的国 一个是这个世俗的政府 两种统治的原理 归根结底 最后他总结说 这两种统治原理 一个他以爱为中心 两种不同的原理 一个是以真爱 爱的秩序 这是奥古斯丁神学里面 非常重要的 虽然他是被称为恩典博士 但是他关爱讲了很多 不只是本体的 三维一体里面的爱的关系 还有就是人活在这个世上 爱那个最应该爱的 爱的秩序 整理 一个人如果真正活在 上帝的圣爱的里面 因人认识上帝 爱上帝 上帝是至高的善 最爱上帝 然后爱上帝之后 整理我们的这个价值顺序 用我的话就价值顺序 爱不同的爱 有些该多爱些 有些该少爱些 有一些是使用 有一些是享用 享用是只有上帝 才配得享用 然后其他的都是使用 这个不是利用的概念 使用的概念 工具 手段 暂时的 不被他挟制 但是因着爱神 我们又在弟兄姊妹之间 享受那个 什么夫妻之间的爱 人伦的爱 亲朋的爱 肢体的爱 甚至对自然的爱 除非你获得了 这个真爱的秩序 然后你才能够懂得 在真爱里面 活出真境前 这种统治叫神的国 神的统治 另一个就是自私的爱 随着自己的私欲 自私的 自爱的 那种次序 都是该爱的不爱 不爱上天 不该爱的爱 这种扭曲的 所以实际上 在奥古斯丁里面 他就解释了 你们是离弃上帝的 追随自私的爱的 你们受神的愤怒 和审判重度 不是因为什么 如何 不是因为你们 什么离弃了神明 是因为你们离弃了上帝 是吧 上帝的审判 反而问题我们要转向 回归根本人类的问题 最终就是我们背叛了神 我们忘恩负义 我们错爱 这是根本的问题 所以他的里面 就是两种统治原理 支配原理 一个是真爱 一个是自私的爱 然后第二个 比较著名的就是 路德 他谈到了上帝的国 还有世俗的国 他就在奥古斯丁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讲 属灵的上帝的国 然后世俗 世俗的政治和社会 路德稍微就开始二元了 当然加尔文 虽然加尔文对路德很尊敬 加尔文也直接和间接的 听说包括阅读了 这个路德的一些作品 但是不要忽视 加尔文更多引用的是 奥古斯丁的东西 很多学者说 哎呀 这个加尔文的书信里面 说你是我这么最尊敬的 这个属灵的父亲 等等 不错 加尔文对他尊敬 加尔文其实对很多的人 都很尊敬 对法勒 法勒若 翻译很多 布塞尔等等 都很尊重 都很尊重 包括路德一样 是吧 所以不要夸大路德对加尔文的 有 不是没有 但是你发现 他的作品里引用的时候 很多时候举证的时候 更多是奥古斯丁的 教父的 圣经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他加尔文在 无论是奥尔良 他接受这种人文主义 做天主教神父 包括 他接受的这几个教育的时候 其实都受到了这个读 古典文献 奥古斯丁教父的书籍是很多的 所以他的引用也很多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 更多的是受奥古斯丁影响 那加尔文对这个说法呢 他比奥古斯丁这种稍微模糊的 比路德这种稍微割裂的 更进一步的 他是相当于综合性的 他说基督的双重治理 神的国和世俗的政府 有一种对立 分开的概念或者印象 但是基督的双重治理 基督是王 无论是教会 基督的属灵的国 还是民事政府 都在基督的治理之下 所以加尔文人的思想更清楚 更明了 更健全 但是这两个治理呢 是有差异的 在基督这位王的统治下 无论是教会 还是世俗政府 虽然世俗政府不信主的嘛 他们不知道 但是基督是统管一切的 教会呢 教会呢 他是强侧重于内在的 心灵的 里面的人 关乎永生的 而且是关乎灵魂的 是用恩典统治的 恩典就包括这个感化 感动感化 所以教会 我们讲教会纪律的时候 说到钥匙 钥匙的 教会有钥匙权 钥匙什么 宣讲神的话 补养的应许 赦罪的应许 教会没有权利 直接赦免人的罪 教会乃是宣讲 透过圣道的宣讲 然后判明那个人 是不是听了道 感化了 悔改 查验 然后这是教会的纪律 劝戒 劝勉 最后甚至严重的时候 什么惩戒 不同力度的惩戒 但是这个钥匙呢 嘉尔文强调 教会没有那种 刑事权 判明人罚款 什么敦监狱 实行什么刑法 这种强硬的 强暴的 这种使用武力的权利 教会是劝勉 管教也是 言是言 但是仍然是以 福音和真道 感动 说服 责备也好 都是说服 劝勉 所以在恩爹里面 用钥匙来治理 所以这是教会治理的精髓 精神 那与之不同的是 世俗政府 或者民事政府 他管理的更多的是行为 一般的法律也是 虽然在判刑的时候 量刑的时候 考虑到人的动机 等等 人性的问题 但是基本上 你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偷盗了也好 什么奸淫了也好 伪张了也好 你内心当中贪心 只要行为上 没有实际造成 实际事实犯罪的话 法律是管不到 你的心理的动机 你什么心理看着 帅哥或者妇女 动一念的 这个法律管不着 所以他基本上 政府 国家 他管的是外在的行为 秩序 而且他是暂时 相对永生 涉及到永生 世俗政府是在这个地上 在客旅 在寄居的时候 在基督的国 完全实现 那个再没有城墙 再没有城的 整个主 业华上帝就是城 神人同居 以上帝所亲自治理 与他百姓同居 实行的这个完全的神权政治 那是将来 基督来的时候才实现的 那在他来之前 地上的政府是这个阶段管理的 所以他是暂时的 相比前面 相比属灵的统治是暂时的 而且他涉及到民事的 社会的呀 秩序的问题 而且是涉及到自然法 前面是内在的恩典的属灵的 这个是自然法 良心来约束我们 然后最后就是戒 他具有 他有警察 他有司法机构 他有监狱 他可以量刑 执行死刑 或者是监警 或者是罚款 或者是像新加坡 这种边刑啊等等 所以这两种统治 基督为王 基督以两种对待教会 一种治理的方法 对待自然人 一般的领域 世俗政府 他俩之间 统治之间有差异 但是大家要注意 这种差异呢 绝非对立 教会和政府 不是对立的关系 为什么不是对立的 都是在基督的王的统治下 基督设立教会 和设立政府 有不同的 都有他的美意和目的 那他俩共同之处是什么呢 首先一个关键的就是 上帝设立的 上帝设立教会 大家 如果你一直在 听基督教要义的话 你就会发现四卷的时候 四卷开始的时候 谈到上帝 为什么要把信徒 三卷讲到旧文论嘛 借着圣灵 信息 依靠基督 与基督联合 领受基督力的好处 被称义 自由 基督徒的生活 等等 那将得救的人怎么办呢 就那么散哑吗 游离泰 不知道该干什么 不 上帝把这些儿女聚在一起 把她放在 交托给圣徒之母 称教会为母亲 称教会为学校 让母亲照顾信徒 让学校教养信徒 所以他们不是四处漂泊 而是聚在一起 那这个教会呢 上帝设立了有职份 有制度 长老 职士 教室 牧师 职份 四种职份来照顾他们 各就其职 然后也有他的制度 纪律 等等 目的 为了什么 为了包括圣礼 为了什么 兼顾我们 看过我们 照顾我们 使我们这个在基督里 刚出生的人 在母亲的滋养和照顾下 使我们能长大成人 像圣经里面说说的 联络成为基督的身体 渐渐长大 然后各做活时 建立基督的身体 成为神居住的殿 他要成长的 离开道理的开端 长大成人 不再被异教之风 像小孩子一样 异教之风迷惑 就吹来吹去 乃在真道上同归 予以长大成人 所以教会有这个组织 有纪律 有治理 所以教会的治理方式 等等 教会的会议 圣经 教导 牧师 长老 教师 执事他们的职份 是怎么样的 教会的这个会议 什么裁判 什么立法 等等 惩戒 等等 教导权 这是在教会里面的 紧接着现在又讲到 世俗政府 实际上 教会这个大家不太怀疑 世俗政府 也是上帝设立的 我们先不要考虑 具体的各种形态的 世俗政府 但至少 社会的制度 在一般恩宠当中 教会属于特别恩宠的领域 我们刚才说恩典 但是在自然领域 上帝也护理他的百姓 特别是立王废王 设立政府 那圣经里面 神早就应许亚伯拉罕 其实当时设立亚当和夏娃 让他们治理全地 就是让他们做王 做祭祀 做先知 但是他们失败了 后来不断地护着 护着亚伯拉罕 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 那在历史 救赎历史的进展当中 他们真的要成为国 后来呢 最终是 这个延长线上 基督成为 那个真正的大卫的后裔 他要做王 掌权 直到永远 他是最终极的 理想的 完美的王 要做王直到永远 所以对以色列 对亚伯拉罕应许里面 其中一个王的应许 已经有了 甚至大家如果注意的时候 出埃及记的时候 讲到生命记的时候 摩西已经提前告诉他 等以色列百姓 邀请撒末尔 试诗记 是吧 试诗记结束的时候 撒末尔最后一个是什么 统一王国之前 这个交接的记 时候 以色列百姓是 求王 求王的事情 王立王的事情 是上帝早晚要立 但是他们求王的 关键的目的是 像周边的 古代近东周边的 像什么菲利士啊 什么以东啊 要自己做王 他们要立一个 他们合他们心意的王 让人自制 但是真正的王 是上帝是王 他们是拒绝神做王 他们要自己立一个王 这个是令神愤怒的 不是说王本身是 不合神心意的 所以在生命记 撒末尔记之前 生命记 生命记是在摩亚平原写的嘛 他们还没进迦南 进迦南了以后 什么南征北战 这是约书亚记 约书亚记结尾的时候 没感触这些 加南七祖就埋下伏笔 为诗诗记 诗诗记就七个循环嘛 堕落 审判 哀嚎 拯救 堕落 审判 哀嚎 拯救 这样七个循环 结尾的时候 诗诗记结尾的时候 紧接着就是 中间穿了什么路德记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的篇幅 其实就是撒末尔记 在这个诗诗秉证的时代 这个末尾的时候 开始王的兴起 所以这个时间差是有的 那早就在生命记里面预言到 将来你们立王的时候 要立什么样的王 不要依靠兵器 不要依靠财富 不要这个多期啊 多期就容易这个物事嘛 他天天沉迷于这个肉体的私欲 等等 人就败坏嘛 然后财富 依靠自己的财富 兵马也不要 甚至这个 不要搞课间杂趣 反而要律法书 就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王 王的问题不是问题 所以在旧约里面 上帝早就设计了王 那新约里面有很多经文 特别是罗马书十三章 提到了神所立的这个话 这个执政掌权的 是上帝所设立的 没有任何权柄 不管是教会 在任何组织社会结构里面的秩序 权柄都是神所赐的 当然有一些人 我们看着他们 按着他们的品格 他们不配 但是就是这样 秩序本身是神设定的 这是第一点 无论教会还是世俗政府 这种组织政府的组织性 都是神所设立的 那第二共同特点 都是人的软弱 教会是因为人的软弱 虽然我们重生了 虽然我们得救了 虽然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 但是因为我们软弱 所以要教会来 看顾 扶持 甚至管教 教育 规范 不然的话我们就 变成无教会主 放荡 这是人的本性 甚至讲到教会的 纪律的时候 加尔文也谈到了 社会也是这样 更何况教会呢 秩序很重要 人这种本性没有纪律 没有 无规矩 就不称方圆 让他靠自觉是 纯属 不可靠的 所以人一定要 前提是 人是软弱的 在这种未完成的状态 虽然已经充生了 但里面肉体还有败坏 还没成熟 仍然还有肉体的情欲 私欲 救人 所以人还仍然有危险 所以不能让他随意的 这个 跟着感觉走 一定要规范的 教会看着的 母亲 学校 另一方面 他讲到 家庭的时候 他也谈到了 家庭要秩序 什么丈夫是偷妻子 然后讲到 这个世俗政府的时候 又谈到人的软弱 人这种存在 人这种败坏 没有世俗政府的话 人就会乱套 所以一定要有 什么审判 拔虑 这种严厉的 适当的 这样运速 不然的话 一切都混乱 社会之间就没有公义 公平 秩序混乱 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中东战争的时候 公共设施被任意的 到处都是焚烧 超市被洗劫 银行被抢劫 灾烂的政府 某种程度来说 灾烂的政府 也比无政府强 每次我看到这样的事情 我就再次认可这一点 所谓的零员垢 那就是纵容土匪 所谓的尊重自由 所谓的照顾弱势全体 但是人这种存在 越给他多的福利 我不是说不要福利 越多的给他不喝意的 不公义的自由 人就会放肆 人不会自己好的 我的家乡就这样 别的城市 什么上海 我看了一个纪事片 上海这个80年代 几十年代 的时候也很乱 到处摁喇叭 什么 198几年 是吧 然后那个等等 脏 乱 差 但是后来突然有一天 就当时也各种构成 后来90年代等等 往后的时候 就一切秩序好了 人也不挤公交了 也开始懂了 就是社会的制度 恰当的社会制度 就会规范起来 我那个家乡一样 我来韩国之前 是我10年来韩国 10年之前 这个出租车是乱跑的 随便超车的 什么等型人 喇叭是随便按的 急眼了 还伸出脑袋 说几句口吐喷芳 这样的 人也是随便走 什么卫生也差 乱脏乱差 但是我近几年回去 完全变了 甚至这个餐厅的服务员 那个不管是装修 人的素养 跟韩国人差不多 甚至比韩国人厉害 先生你要吃什么 那个态度好 可文明了 为什么这样 各种服务的制度 评估什么 语报 甚至公务员 别看这个 我们教会 常常被什么什么 逼迫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特别是公务员 现在公务员都有 随便的举报 公务员法 整个国家机器 可能对一些人 不太好 但至少公务员 对待现在一般老百姓的时候 他就不敢随便了 为什么 制定了很多 限制他们的法 然后出租车在街上 也不跑 乱跑了 罚款 新的交通法规 从韩国引进的 新的交通法规 不戴安全帽的 不戴安全帽的 随便鸣笛的 不离让行人的 超速的 压线的 等等 违背信号的 扣分 甚至很危险 这种严厉的制度 制定下来 人都规矩了 人离让行人 渐渐的也变成 也开适应了 也觉得离让行人 是一种 一种品德了 那以前为什么 不这样觉悟呢 没法的缘故 没制度 所以人不会 自己变好的 一定有制度 赏罚分明 渐渐的人就开始 这个 开始照着 那个规矩型了 所以人这种软弱 人必须的 必须需要 教会有教会的 管理犯法 世俗政府 对那些一般的人 他也要管理 所有的 都是混乱的话 该来电 是不来电 该来水 都不来水 该八路车 什么102 该来的不来 火车也不到 该上点 公务员上班 也不来 你去办什么公事 这个值班的人 去旅游去了 等等 一切都是混乱的 所以这种人的软弱 人这种罪性 败坏性 腐败性 靠自觉是不可以的 适当的治理 要有规范 不但如此 我们发现 他俩都是为了人的益处 至高的上帝 为了考虑到 基督徒的益处 为我们预备牧师 教会 母亲照顾我们 教会 学校 教育我们 然后圣礼 为了扶持 滋养 兼顾 激励我们 都是为了我们人的益处 社会一样 为了保护我们的公义 公正 公平 秩序 安全 等等 待会儿我们会讲 所以 他俩都是在基督的统治下 两种不同的统治原理 彼此不矛盾 但是有个共同的之处 就是都是出于神 都是出于神 所以我说政府是神圣的 神圣的不是属灵的 是因为神出于他良善的目的 设立的 所以他具有一定的权威 不可随便毁败你的官长 不可藐视 他不是空空配件的 要尊重的 该尊重的尊重的 该敬畏的敬畏他 所以他是 他什么为法兰基也好 他人品差 但是这种制度本身 社会的秩序 每个文化圈里有不同的社会秩序 那个秩序本身是上帝设立的 虽然他也有罪性 不完全 有漏洞等等 所以这个我称他为神圣的 因为他是神设立的 而且不单如此 前面说两个不同 差异 然后不是对立 矛盾的 然后说两个有共同的特点 现在呢 加尔文更强调的 不像路德那样的 好像直接对立起来 两块不同的 他讲到 当然路德一讲到 基督徒有双重的责任 对教会的责任 对世俗政府的责任 那加尔文讲得更清楚 就是说这两种治理 基督的治理 一个是世俗民事政府的治理 一个是教会的治理 它有重叠的 混合的 也就是说政教分离这个概念本身是错的 政教分离是后来美国为了去基督教化 所谓的教会不要手太长 搞出来的政教分离 正统的基督教的立场是政教分离 各自有各自的管理的原理 各自有各自的上帝基督的两种治理方式 但是不是矛盾的 不是平行的 不是混合的 但是他之间有交融 是有交流的 有公共的部分 而且这两个里都在 The King of Kings 基督是那个万王之王 都在基督的这位至高的大君王的治理下 无论是教会还是士族政府 当然有些士族政府无神论者 他不承认嘛 但承不承认这个是事实 混合的 有教会的地方 为什么 就基督徒的生活 当然这可能用一个这个仙 这个所谓光仙的名词叫公共神学 实际上基督徒信仰本身 就是光 就是银 就是成造在山上 它本身就不可能是私人 信仰有私人这个维度层面 但是信仰绝对不是 只是暗中的私下的 敬虔有暗中 那是心态的问题 你不要故意在节路上 为了得人的称赞 祷告 暗中的父 祷告 封献的时候 不要故意吹号 那是暗中的 这是心态的问题 不是说这个在场所的问题 基督徒的信仰 本身就不是绝对私有的 为什么 一提到教会 它就是群体 纽约的以色列百姓 会聚在一起 教会嘛 聚在一起 所以我们是圣灵点 我们 圣经从来没有说 我是圣灵的点 我们是圣灵的点 我们聚在一起 三两个人聚在一起 我就在你们中间 这是群体性的 教会是单数 因为整个世界 没有第二个教会 基督的教会 基督的 你一个心腹 你一个身体 里面有很多小的地方教会 聚会点等等 每个个体 但是我们都是一 所以就教会本身 它本身就是公共性 不是个人性的 就基督徒的实践和信仰的场来说 也不可能是纯粹个人的 我躲在深山里 我自己祷告 OK 你跟上帝 三一相的交通 OK 可以 就算没有人给你传辟 你自己厉害 直接领受神的启示 直接自己做自己的牧师 自己教导自己 自己实践 但问题你去爱谁 爱看不见的神 但是没有其他肢体交通 对不对 所以无论我们个人 上帝把我们放在家庭里面 我们有父母 我们有兄弟姐妹 当然现在独生子女 有一批像我们80后 可能几乎都独生子女 我是这个少数 也有这个两胎的 等等 一般都是这个 现在开放了 至少有父母 兄弟姐妹 然后结婚了 还有家庭子女 都是附属 都是群体性 教会也是 人是这种社会性的存在 教会也是公共的 多数的 不是私下 有公礼拜 这是教会内部 当你进入到职场 你不能说把你的信仰 留在家里 留在教堂里 让牧师保管 让你妻子保管 你到社会上工作 就跟信仰没关系 你在所有的职场当中 接人待物当中 所有的生活领域 都是信仰领域 那个都有你的责任 做老板的 做职员的 做儿女的 做父母的 做老师的 做各样的职业 你在进入到社会当中 你的信仰 所实践 奢取的领域 就是你整个生活 它就不可能是私人的 在整个领域 这个领域 当然包括社会生活 当然包括作为公民 在社会当中的责任 所以用路德的话 双重身份 基督徒呢 用加尔文说的 双重治理 我们有双重的责任 双重的义务 对于属灵的义务 这种属灵的义务 在教会里 在家庭里 延伸到社会当中 它就变成社会上的义务 里面是福音 对基督的顺从 外在是对政府 法律 秩序 公义公平的 这是整个的 所以基督徒 不可以跟社会 和政府脱离的 我们虽然说出事 出事不是跑到 世外投缘 我们自己在野外 买个山地 租个地方 我们搞个基督徒 什么 这个在教会历史上 出现好多类似 什么修道院运动 包括这个 韩国有很多异端 什么 美国也有 异端 还有一些基督徒 什么独立的 就某个山谷 他们买下来 几十个家庭一块 很安详 但是那个做法 真的是合乎基督的教导吗 我们可以肯定的 不是 进入世界 在世界的 那个圣洁 才是真正的圣洁 不是躲开 逃避 某种特殊情况下 为了保全信仰 可以暂时的 但是要长期居住在社会的 这样的话 你才有用 你的那个得胜 你的那个光 才能照亮黑暗 所以整个生活 都是信仰设计的范围 所以你这个信仰 不只是停留在教会里面 祷告的时候 唱诗的时候 听道的时候 学习的时候 圣徒相通的时候 在生活当中 职场当中 所有的生活的领域 只要你到之处 你处击之处 都是信仰包含的领域 所以它和世俗政府 有重叠的部分 是吧 交融的部分 而且是互利合作的 按照我们之前 所学的教会 真正把基督徒养育好 这个基督徒 他就在各处 就最起码 成为一个好公民 对于这个社会 也是贡献的 因为他极机的工作 他不是只是 在老板面前 这个哄老板 这个 他是从心里面 做事 成成实实的 做给基督 而不是做给老板看 只是做眼前事情 讨老板的喜悦 所以他应该是个诚实的人 他应该是有智慧的人 他应该是最努力的人 他应该是最守法的人 好基督徒的话 遵守交通的人 不偷窃 诚实工作的人 不违约的人 不诈骗的人 不随便离婚的人 不去碰瓷别人的人 贪图这种不义之财的人 他就应该是 对社会是有贡献的 反过来呢 政府呢 加尔文认为 政府应该也有责任 比如说基督徒 也是社会公民 他好的政府 他会保障 老板性的什么 生命财产安全 公益 公平 社会秩序 甚至维护真信仰的 合法地位和权利 这个我待会回谈 总之 政府也为教会效力的 教会在某种程度 也是跟政府 为政府解忧的 或者是有贡献 他俩之间不是隔绝 是有交通的 甚至合作的 这里要讲就讲多了 时间的缘故不多讲了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课 我们可以补充说明 那我们第三 我们来看 这种民事政府 三个方面 首先他的性质 我刚才也说了 他是神设立的 神怎样设立的 按照自己的知识 上帝所有的计划 都是出于他的知识 他的意志 当然也有他的知识 他不可能脱离知识 讲到他智慧 是他对他的知识的运用 是吧 他的知识 绝对不短板 所以他不可能有错误的知识 智慧是他既然设定了 一定是最优的 不需要的 他从来不多余 有人说这个马斯特 这个资源整合最厉害 所以特朗普 让他做什么能源部 什么等等 改革美国的一些累赘的 多余的开支和效力的问题 上帝比一千万个马斯特更厉害 上帝可能给他多了一点 这样的智慧 就是上帝做事 从来不多于啰嗦 绝对是公义 最恰当 最合适的 救恩也是出于上帝的智慧 美意等等 然后还有就是 出于上帝的恩赐 他给我们设立政府 目的是出于对我们的爱 就像他设立教会一样 对我们恩赐 给我们胜利一样 出于他父亲般的慈爱 对我们的照顾 神所设立的 罗马书十三章 其对教要义力讲的不多 您可以参考罗马书诸事 加尔文的罗马书诸事 讲到了那些抗拒政府的 如何如何 就讲到了政府的这个合法性 公权力的合法性 上帝这种设立这种用心良苦 讲了很多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世俗政府 是暂时的 刚才也讲到了 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 需要 将来就不需要了 上帝亲自管理 神人通居了 所以在地上是需要的 因此你不说暂时的 有什么用 不 暂时的两秒三秒 一天两天 一年两年 一十年二十年 只要你在地上活着 他就需要 上帝的知识 上帝的智慧 出于他的恩赐给我们 我们岂能忘恩赋义呢 基督徒不能属灵到一定程度 就纯 绝对到一定程度 变成灵了 脑子里空空的 没常识 加尔文甚至说 那些反否定政府的必要性的人 实际上是破坏人性 为什么 是什么意思 怎么理解 所谓的破坏人性 刚才我们讲了 人性是软弱的 败坏的腐败 人需要这样的 如果没有世俗政府的 所有的人都变成强盗土匪 什么鞋底子 皮冻 最近看的那种肚子 都是人工合成的 小儿喝的奶里面 吃出死耗子等等 黑猫白猫 这个理论 邓小平虽然是剽窃 美国的实用主义 但是骨子里面 不需要人教 大家天生都是一些 自私的实用主义 怎么对自己好 怎么非法的所得 这个不需要人教 都会 亚当堕落的后裔 都会天生带来的那种聪明智慧 双一号 所以如果没有法律 没有执法机构监督的话 这个社会就是人间地狱 所以基督徒不要 纯到一定程度 哎呀我们顺从圣灵 你每时每刻真的都 不体贴肉体 只体贴圣灵吗 这就是对人性的不了解无知 不知道自己何等的一个危险的生物 那么理想的 认为自己完全被圣灵管制 读了几解圣经 就觉得 这个圣经说了 凡被神的灵引导 都是神的尔宁 问题是有多少人体贴圣灵 顺从圣灵啊 那个功课 几身教神福 我被实在顺从基督的 欲望在我里面发动的时候 你感受那个强烈 那个真实性 可能比圣灵感动你更有力量 诱惑你的时候 你不是总是站在圣灵 体贴圣灵那种广 望经理的 所以我们不是在那种 已经完美成全成熟的那种状态 我们还扮成品 所以这种状态当中 一定需要教会和世俗政府 教会有教会的管理 世俗政府有世俗政府的这个必要性 不然的话 人真的就是什么事情 都可以干出来的啊 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有益的 因此出于神 是神圣的 我们不是说这种什么 君王神兽这种概念 是上帝设立的 我们就要尊重 像那个山谷树一样 不要稀里妈哈的 以为开玩笑 吃了没事吧 不一定死 不然还有智慧 该敬畏的就敬畏 该惧怕的惧怕 不能越现 这是性质 上帝设立的 是出于神的智慧恩慈 暂时有益的 是神圣的 而且是必要的 为什么 家文说 就像我们需要水生 空气阳光 食物一样 没有这些 我们死 活不了 因此呢 为了人的益处 上帝出于他的知识和智慧 他知道我们人 什么样子哈 上帝知道我们 什么样子 所以为了我们的好处 他知道我们是败坏的 设立了政府 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 社会的秩序 你没有每天去上自来水 去什么打水 过滤 消毒 然后修理管道 然后这个冬天冻了 夏天又怎么地的 去维护 你只要一拧开 甚至现在打电话来 就可以喝到水 是吧 送这种 这个纯净水等等 那背后都有很多 这种协作 管理 制度 才能够成的 你今天开着自驾车 在高速上跑 不被别人创飞 在等红冬的时候 不被别人撞到 这种秩序 本身就是背后 有一个组织 有一些不同的职员 在维护的 有法等等 所以 现在的这个社会 尚且还保留 这种安全 这种程度的安全和秩序 你的财产不至于随便 美国有那个是吧 空时间长 谁进去住一段时间 到一定程度 那个房子就归给你了 那你在中国 你说你有几套房子 哪一套房子被人占了 怎么办 保证你的财产安全 最起码还是要有社会制度 我们现在不讨论 这个那种理想的社会制度 至少要有这种制度 公益 是吧 有什么法律 有法庭司法体系 公安等等 有和没有 是差距很大的 虽然有时候不公益 因着这个制度上的 带来的人的腐败 韩国也好 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有腐败 人都有腐败 都会循私王法 循着法律 这个不公益的情况有 但是没有和有 完全不同 然后还有近前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 加尔文有点太过于 理想主义了 凭什么说这个 世俗政府要维护 真信仰的这个权利呢 不是没有根据 提摩太书里面不是说了吗 为君王在上掌权的祷告 好使我们尽全 平安无事的度日 你管抱怨 你管在网上发舆论 重要 但是用舆论的方法改变社会 这个是圣经没有教导的 可能圣经那个时代 不晓得舆论 也不是 那个时候也注重名誉 毁谤人 这个都涉及到舆论的问题 圣经教导我们的是祷告 看来祷告比留言和制造舆论更有效 所以祷告是很辛苦的 制造舆论是简单的 情绪来了 发点人员 转个贴 很容易 让别人看你还挺帅 挺公义的样子 但基督徒怎么办 如果你给他好好祷告 君王的心在上帝手中 如同楼孤里的水水转流 呆里等等都为君王祷告 雅各还为法老王祝福等等 祷告是我们的社会才正常 韩国教会你说是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经济奇迹嘛 那这个奇迹从哪来的 韩国人聪明吗 我觉得不如中国人聪明 社会体制有关系 是吧 因为南北战争之后 韩国这个社会制度的变化 经济等等 有原因 但是很重要的是 他们的开国原新的总统 他为他们的国家祷告 韩国教会的信徒 懂得为自己的国家祷告 这个是跟中国基督徒不一样 中国基督徒太属灵 一提到正常 不屑一顾 我们只想向天国 要不然就撒旦退去吧 你看这个某某党就弃得要命 巴不得他灭亡 就是从来 我几乎没有见过正立八经 具有政治智慧 又有属灵智慧的人 迫切地为自己国家祷告 如果中国有两千个人 不用说什么两千万 两千个人拼命祷告 中国的社会环境一定不同 问题是中国基督徒 有多少具有这种常识 这种政治智慧 又有这种属灵智慧 正确地为自己的国家祷告 然后天天喊这个苦那个苦 从来不反省自己 我们的那种信仰 就跟那种愚昧的烧香拜福 有什么区别 为了自己儿女 为了自己的疾病 为了自己生意性 不是不重要 比那个还重要的神的国 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只成就在我的钱贷债 神的旨意只成就在我儿女的这个横通上 神的旨意只成就在我的身体健康 No 神的国比你想象的要丰富的多 正常的堕落的秩序如何恢复 虽然我们不说这个社会经事要恢复 但至少你在这个地上的时候 你要为之祷告 要有那种意识 你不是消极的只等着主来提就OK了 圣经其实教导了那么多的经文 对君王 对政治 对他们祷告的一些本分都知道 都读得拱瓜乱手 就是不注意 为什么 你不想注意 很奇怪 断章取义这样的基督徒 希望我不要太激动 我现在其实没有什么很激动 以后讲课也尽量语言不要太犀利 话好好说就行 说得太激动了 反而遭人误会 所以在这里面 而且我们看到否认政府之必要 就是剥夺人性 我刚才已经谈了 人性是腐败的 需要 上帝都知道我们需要 所以上帝设立了嘛 如果我们觉得上帝比我们 我们比上帝还聪明的话 那我们就太自以为是了 狂妄 至极了 当你说政府不必要的时候 其实你就在否认人性的真实 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抹杀了 否认了 人性需要这种制度的必要 所以这个意思才说的剥夺人性 然后第三 政府的职能 政府的目的 政府的用途是什么呢 其实谈了很多 个人的财产安全 财产的私有 尊重财产私有 法律上立法 国家的这个机器等等 维护 不能偷盗 像就业都有 所有的这个社会 基本都这样 保障人的财产 自由 虽然少数的 还这种公有制 但基本都有自己财产 公共的安全 不能闯红灯 不能当街随便去 什么杀人等等 看不住没办法 但是一旦做就是违法 这种制度 治安等等 秩序 所有的都有 公益 是吧 罚恶 赏善 所有的社会里面 都有这公益的原理 虽然有一些这个腐败啊等等 然后维护金钱的信仰 刚才我也讲了 所以一个健康的政府是应该这样 当然加尔文还说到了这个包括制裁那些异端 这一点我们今天来看 那个时代 在加尔文那个时期 过去 大家都认为这是正常 中世纪一千年左右 大家也都在天主教也那么做 所有的都那么做 有人控告加尔文是这个什么 塞维特被杀 我看了好多这个历史学者 甚至有的人讲了那么多 最终还是说 这个赞成在日内瓦的一个背 我说那些愚蠢的 加尔文的后裔 打自己的脸 他们立了背 我们在此为我们的先祖 什么这个道歉 表明悔改 有那个必要吗 加尔文又没有判他死刑 加尔文作为牧师神学家 判定他教义异端 那个时代天主教 所有的示意会 都是那种做法 所有的异端都要烧死 加尔文去试图 不要让他烧 甚至也劝他 写信交流他不要回来 那个人就嘚瑟 往左死嘛 东北话就左死 结果呢 天主教已经判他火刑了 他跑了 命大 跑到日内瓦 最后逮着火刑 加尔文说 最好不要那么残忍的 斩首就OK了 但是觉得这个人 性质恶劣就死刑嘛 那个时候 加尔文连日内瓦的 公民权都没有 他是六四年 一五六四年 一五五九年才拿到 日内瓦的渔民权 证实的日内瓦 烧死 塞维特是他 他就是个外地人 合法的身份 就是个牧师 一个奖金的 这样的人 所以他在市议会的地位 不是很大的 第二次被邀请回来 稍微地位高了一些 但即便如此 他并不是烧死塞维特的 罪魁祸首 那是当时的制度就这样 所以还要把包袱 甩给加尔文 那个就是有点愚蠢的 不懂得那个历史的背景 所以根本没有必要道歉 又不是加尔文的错误 加尔文是又会觉得说 这个人信仰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确实有问题 保人三位一体 是吧 保人一心称义 等等基督论 等等 据恩论都有问题 异端没问题 那市议会要烧死他 拦不住 所以加尔文说 叛民异端的 我个人觉得 现在的这时代里面 政府宗教信仰自救的时候 不仅要保护合法的信仰 异端的 我们也不可以随便去打 只是用现在的这种文明和来看 否则我们就变成了 什么艺术会的那种 随便排除一己的 那种异端 虽然是错误 我们要抵制异端 是不是要除灭异端 用武力的方法 我觉得不可以 规范它 就像韩国 韩国其实 怎么说呢 有时候所谓的 以人为本的社会也是这样 但是有一点是好的 异端你不能随便来 你去跑某个正统教会门口示威 你必须得提前申请 通过了能来 然后而且要不要妨碍人家的礼拜 都在一定范围内的 所以国家这种随便进入到良心和信仰的领域 这个要谨慎 保护也一样 保护是自己的本分 但是就是这样 不仅是保护教会 保护所有的百姓都一样 就是唯一 是教会一种公义 公平公正 相对的自由和秩序 教会也不可以依靠什么世俗的权利 这个什么给自己赚得什么特殊的待遇 都是这样 包括异端 我们也不可以什么世俗政府过度的等等 规范是必要的 所以这里补充一下 OK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 如何看待教会与政府的关系 只是对你和我中国基督徒要思考 一共有六课 现在我们在第一课 有很多话题还在后面 你肯定一定有很多的问题 实在好奇就把二十章多读几遍 有的时候似乎很残忍 信仰就是这样 信仰是用上帝的意念代替我的意念 不要照我的意思 你要照你的意思 我的判断 我的现有的认知 当神的话一旦被宣讲出来 发现我现有的错误 我要修正 所以放弃我 故有以为是真理的 一直我的情感 我的倾向性都倾向于这个真理的时候 都支持这个真理 舍弃是很难的 很痛苦的 所以叫悲识的架 否定自我 然后向主说阿门 这个不容易 当我们过去对政府 像重启派那种仇恨的 无视的 忽视的 甚至以为魔鬼的时候 让我们去正确面对 我们所要面对的 那个似乎又伤害过我们的 这样的不完全的政府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看待 这是你要自己要 中国教会要成熟 你要不得不面对 你不是在美国 你又不是在韩国 你不在新加坡 你不在印度 是吧 你要在穆斯林的话 你可能连在中国的权利 都享受不了 你还聚会 知道就给你拉出来 烧死你 对不对 打死你 上帝让我们放在 中国这种处境当中 我们作为中国基督徒 你不是实践美国的 基督徒伦理 你是读圣经 你要在中国这种处境里面 这后面我们会讲 在不同的处境里面 上帝允许了 不同的政治形态 我们在自己所处的环境当中 如何去实践 你娶的媳妇就是张 这个王芳 你的儿子就是赵刚 你的老公就是张三胖 你不可以要求你老公 像李四那样去对你 你在你们这种关系当中 面对的不同对象 你如何去实践你的基督徒真理 是不是 实践这个真理 你在你的处境 这是现实 所以基督教是最现实的 不是那种 既理想主义 这个又是现实的 现实是因为我们 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 无论是神应许的 看似虚妄 但是真实的 而且面临的实际的处境 也是真实的 神的话 做我们最真实的 主的话就是真理 就是事实 照着主的话去生活 这是我们的智慧吗 我们的生命 如何看待政府 在我们信仰生活的位置 从信仰的角度 政府的功能是什么 先想我们和政府 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如何理解基督徒的自由 前面我们说了 十九章 三卷十九章 良心不能被任何 神的话语之外的权威 狭制 但是重启派 他们说我们良心自由最高 所以什么政府 什么秩序都无视 圣灵引导 最灵 那这种人 真的是良心自由 No 加尔文说 他们是自由主义者 不是今天这个神学 派系自由主义 是因为他们放纵 不服约束 所以正能为自由主义者 人的自由 加尔文谈到了 一定要在适当的范围 上帝给我们良的范围 就刚才我用最通俗的 你的对象 你的孩子是三胖 你的妻子是梅兰芳 你的老公就是赵刚 那就在这三者关系当中 你不要梦想着什么 李四 马五的 只要面对他们 你的关系当中实践 你在你的上帝良给你的处境里面 你的社会制度 你出的位置 男性女性 儿子 老公 丈夫 职员 老板 你的位置身份 都上帝给你讲 具体的 所以妻子听到的时候 不要给丈夫听 哎呀 我丈夫要听了 丈夫如果爱妻的 妻子听到了 就听妻子的道 上帝要求你妻子 就应该尽妻子本分 丈夫就尽丈夫的本分 没有要求丈夫去 要求妻子向自己尽本分 也没有妻子 要求丈夫去 让丈夫向自己尽本分 都是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都针对一些对象 我们要去听 我们的自由要在上帝设立的 不只是属灵的秩序里面 在一般的秩序里面 我们也要遵守规矩 活在教会里面 信仰领域 这个信仰是延伸到每一个生存空间的 活在我们的社会处境的 拿着中国的身份证 你不可能遵守韩国美国的法 因为中国有中国的法 我们就不说有些法合不合理的问题 但是至少上帝让我们在这种处境当中 做基督徒 光言 学习顺从 这个我们要思考的 如果你不误会我 扭曲我 猜测我 说这个话真正的动静什么 这就是我真实的想法 我不是美国基督徒 有一天我在美国 我要投票 我要命令 我到底是投特朗普 还是投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 这是我作为合法公民 我有合法的权利 那除此之外 我们只是看吃瓜群众 我去判断而已 我在精神上参与而已 我来操练而已 发表我个人立场 但是你根本没有权利 你喊得再大 吊得再想 那不是你的事 因为你连投票权都没有 我说的是这个 这叫现实 在你的处境当中 你如何按照上帝给你合法的权利 身份去侍奉主 这是上帝要求我们的 上帝没有要求你照着美国的基督徒的 方式去生活 韩国的 而是在中国 你现在处境当中 如何去分辨神的职业 去侍奉 因为你面临的侍奉的场 就是这样 学习忍耐 学习饶恕 祷告 背十字架 顺服等等 如何理解基督教信仰实践的范畴 我刚才也讲了 不管是教会 不管是我心灵里面的 属灵的 社会的每一个层面 凡是跟我生活接触的 每个领域 作为公民的 每个领域的 但是责任也有大小和先后 你首先你是中国公民 你不是世界公民 我们虽然说是全球化 我们要什么普世价值 但首先你是中国人 你说我爱这个全世界人民 但是我就不爱中国人 我说你那种爱是抽象的 保罗再爱 爱全世界的人 他首先 他渴望自己的同胞 宁可自己 这个名字被涂抹 他也愿意为他的同胞 附上自己 明明值得要捆绑 他还要上耶路撒罗 为什么 这是正常人 蒙恩以后 他并没抹杀他的界限 有些人属灵 属的没有边际 都不是地球人的想法 那不是属灵 那叫属灵 Zero 什么都不是 没有圣经的根据 也没有人的道法 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能 不食人间烟火 太飘 像孙猴子一样 他也无父无母 走路都是在云上飘着 孙猴子虽然走路走在云上 但是他很现实 他对现实看得很透 他从来不虚 不像唐僧一样 属灵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黑白骨精都分不清 这妖精都分不清 善恶都不懂的 这样的属灵 我没兴奋 希望我的话 没有伤害到大家的心 基督徒应该具有 怎样的视野和胸怀 我们的信仰 什么信仰 信仰就是教堂 信仰就是我个人祷告 我最近这几个祷告题目 信仰无所不包 至少你的疆土里面 你要考虑到 我们的家 我们的教会 包括我们的社会 更广 这个全球等等 以前是没有网络 没有通讯 没有电话 书信 甚至这个我们说 这个三维体论争辩 阿尔卑斯山一座山 现在坐飞机 一个小时之后就过去了 或者打个电话 视频一下 或者Turner 或者高速过去了 以前是交通不变 沟通不变 所以造成这种概念上的 文化上的差异 现在是全球化 是吧 西方人这个 我看马斯克也吃中国餐 吃得很好嘛 今天看了一个 我妻子看了一个节目 那全是留学生 什么日本的 韩国的 非洲的 非洲人 脸黑黑的一张嘴一口 比我更纯的东北话 现在这种全球化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 这种屏障 越来越 越小了 翻译等等 所以以前的圣经的概念是 我们在我们的村 等等 那就是全世界了 现在可能更多 所以我们的视野 胸怀 我们看到有多远 这个也很重要 那你别管看美国 你脚底下的路都不看 那个就不现实 虚无主义 自欺欺人 谈一些高大上的 什么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很好 但是对于这种 不切实际的人 脚底下的路都不会走 天天谈普世价值 然后跟别的教会 弟兄姊妹 跟立场不一样 吵得教会都裂了 互相咒诅 什么真假基督徒 我说你大错特错 你连最起码 基督徒本身 什么是本质的 什么非本质的 什么是暂时 什么是永远 都搞不清楚 你以为那是真理 有比那个更重要的真理 你都违背了 捡个芝麻 丢个西瓜 所以这个都涉及到 视野的问题 中国教会在上帝 为我们安排的处境当中 我们努力的方向是 我没有答案 我希望你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 下节课 进入到政府的三要素 或者国家的三要素 就是第一个 就是统治者 掌权者 或者是政府的这个职员 是四节到十三节 OK 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祷告